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或是个版级大观战 总有一些观众勇于挑战 取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你到底有多猛 是不是 是不是能扛得住我的观战 小女孩拥兵杂技先知 挺不错知道这种 知道这种上来如果说找不到先知 我觉得小女孩的话呢 得看 如果是4K的话,这小女孩是不太好抓的 但是路人局的话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这边想骗翻 你看佣兵算了 这个局其实抓先知是最好的 他带着脆火,可能要传送 大家看下先知会不会防一手 因为先知知道是个蜡像师呢 说实话蜡像师带传送的真不多 一般来说带闪现带插眼的比较常见 带传送的我是没怎么见过 看看天赋,天赋是一个踹板 不太好打 带个传送第二刀,这边先知如果说鸟一点 直接传送,再去找这个先知 那这先知得打三刀啊 兄弟你就这么有自信吗 这个局求人者修机效率不低的 小女孩杂技外面修 这一波传送说实话我觉得传的有点 有点拼了 有点拼了 当然他不传的我觉得迎面不高 因为你抓一个杂技外面先知有鸟 求人者两波救人 或者说一波救人 其实外面这只大概率也能 这只鸟 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这个鸟效果还不错 打鸟效果还不错 因为你顶鸟的时候呢我就喷你辣 我喷你辣 我消耗你鸟的时间 等你鸟结束了以后 我这边来击倒 观战蜡相师有个bug的 就是他那个声音会没用 就听不到那个背景音乐了 现在只能 再切回来就有了 再切回来就有了 现在又有了 这个鸟倒时间算一下 两分钟 外面的鸟子的话 我们看总量应该是有三台了吧 对总量三台都不止了 这个局 佣兵但凡能卡班救下来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四人camp战 我觉得是一个四人camp战 我们就看这波佣兵救人 但是佣兵救人不一定能救下来 之前观战几次 拉相师也是通过 就是前期列是通过那个防守来翻盘的 主要来看这波 但凡救下来 我就这么说吧 四人camp战 但凡救下来就是四人camp战 哎呦 这 再拦不住了呀 直接了 老板你爱打谁打谁 打一刀 佣兵先至这边吸鸟 拉开身为吸鸟 其实他这个时候只能打针对了 只能打针对了 外面鸡子拦不住了 下一波的话 估计小女孩来就有没有博命 哦 是摸杂技 把杂技摸好 佣兵这边补一台 算呀 鸡子啊 鸡子的话 这边 佣兵这台新机 只要干扰不到 杂技这边有博命 博命多拖20秒 应该是够的 应该是够的 而且先知说不定还能吸出一只鸟呢 四人camp战 趋向于一个三旁 趋向于一个三旁 不是说就是 有什么四人院 正常的一个分析 逻辑给大家讲清楚了 他这边得挂过去 挂到佣兵那边 然后丢那块来封闭马机 得丢那块来封闭马机 那这样的话 穷者这边 得外面重一起机子 这样的话机子可能就不够了 丢那块马面两机封住 对 外面的话 小女孩 这边应该是复生过来 跟佣兵一起修 或者说复生过来 保先知 让先知犀鸟什么的 也可以 也可以啊 这边起热辣 二接丢一个热辣 但这个热辣丢的有点近啊 热辣喷一喷 杂技这边过来 有没有博命 看不到杂技的天赋 有博命有博命 杂技这边有博命 打一刀 救下来 小女孩最好是附身这边的先知 尽头给到先知 两人抢机子吗 抢机子感觉有点 不太够吧 先知这边应该会被拉下烫死 65的机子20秒 现在应该还剩个几秒钟了 杂技你也不一定撑得住 打吧 打吧 打了 密码机88 能不能亮 能亮 先知犀鸟 早点打就好了 追一刀 没打住 先知鸟 有没有 劲头给到 吸一个鸟 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 穷者这边是直接强行起机子的 所以说没有人贴门 好像还有机会能保平 还有机会能保平 佣兵三个护臂 这边等你传售 杂技 被看到了吗 杂技如果被看到的话 应该抓杂技会好一点吧 这边追佣兵 追佣兵有点难追哦 起热辣 佣兵这边不但他能扛 这小女孩也在 大象是想追两个 有点难吧 我觉得这个追佣兵 佣兵满血带护臂 这个时候应该跟小女孩分开了 跟小女孩分开了 最好小女孩 能够找个角落溜了 然后飞一波杂技 然后呢 佣兵这边待会跳护臂走地窖 要不然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那地窖也走不了呀 怎么可能真的能拖到挽留结束吧 只剩一个护臂了 佣兵带一圈 诶可以可以 这边佣兵绕一圈 两个人一起冲门 能定住吗 定住的话 打的是佣兵 佣兵可以走 小女孩也能走 三跑 哦 这么来 他得往回打 看小女孩 面也拦不住 八字不够硬 就不要取这种名字 好不好 感谢大家高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